近期有国家指责中国早在11月至少12月中旬就知道第一批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 但是没有向世界通报 对于这种说法 4月27号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了回应 他表示 中国卫生健康部门一直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分享防治经验推进国际合作 我用三个第一来概括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公开透明 第一个第一的话 应该说我们是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情况 第二个第一 我们是第一时间向世界各国 分享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力 那么第三个第一呢 我们是第一时间加强出境国际合作 发布会上 吴尊友细致梳理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中国在各个时间点向世界各国通报疫情信息 分享防治经验的过程 我们从这一系列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呢 我们中国应对这场 新冠肺炎一直是公开的 透明的 即时的 是负责任的 面对新冠肺炎全球流行 世界上呢 全世界各国呀 应该本着尊重科学 尊重事实 谈结一致 共同来迎战新冠肺炎 截至4月26号武汉在院治疗新冠肺炎患者清零 吴尊友在发布会上强调 清零和出院不能划等号 清零和出院呢 他不能划等号 那么清零的意思呢 就是在我们医院里面 符合新冠肺炎诊断标准的病人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他不等于呢 所有曾经患过新冠肺炎的病人都全部出院了 吴尊友说 新冠肺炎痊愈以后 有些人一些基础性病变还需要治疗 还有些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并发症 这两类病人有一部分还需要留在医院 继续治疗新冠肺炎以外的基础性病变或者并发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